父母是中国人,子女变成了外国人 李小鹏的女儿是美国国籍 邓雅萍的儿子是法国国籍 易建连的儿子是美国国籍 姚明的女儿是美国国籍 如果大家仔细上网查一下就会知道 很多奥运冠军和体育明星 他们的小孩子都是外国国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里需要跟大家普及一个词 叫做精英阶层 这些顶级运动员都已经属于精英阶层了 在精英阶层的眼里面是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的 在他们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自身利益 他们保持绝对清醒和理智的头脑 看待这个世界 他们只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这就是精英阶层 所以明星让孩子成为外国人也就不奇怪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被精英阶层控制着 大家听过阿巴定律吧 说80%的财富掌握在20%的人手里 真的会是这样吗 大错特错 真实的情况会更加糟糕 是98%的财富掌握在2%的精英阶层手里面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追逐的明星 我们喜欢的运动 我们向往的文化 这些通通是精英阶层精心设计过的 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 为什么普通老百姓想要翻身 想要跨越阶级 会这么的难了吧 作为人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没有任何的错 天天告诉你要为他人着想 不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 你应该立刻拉黑删除他